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谈的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常用的字 来看看文字的字意上的改变 如何去找出这个字意的本意 还有它最早的写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投影片 文字因为使用久远 字形会逐渐的变化 又随着字体的演变 字形跟字的原来的字意 会有不能够相合的情形 有时现在使用的字意 已经不是这个字的本意 而是它的隐身意或者甲介意 当然甲介意也包含了通甲意 我们可以说一个字的本型 就是它在造字的时候最早的字形 因此本型指的是被造出来时原本的字形 那本意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字被造出来时赋予它的意思 因此我们把它叫做本意 刚才讲到字的字形会演变 字意也是会演变的 那么文字学呢 虽然谈字形 但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形跟意 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字形是离不开字意的 我们借由一个字来谈这个现象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天这个字 对于天这个字 大家最熟悉的是什么呢 天空的意思吗 或者是你今天用的今天 那么这个字的本意到底是什么 它造字造出来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字的本意是天空的话 那天空呢 为什么看起来是这样的形状 如果你觉得呢 是像今天的概念 那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有必须要回复它最早的字形 来看看 它当初这个字的本来的意思 会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在文字学很习惯 遇到一个字 会去查书文解字 书文解字告诉我们天这个字呢 是颠也 至高无上 从一大 我们看到这个小传的字形 上面呢 那一横就是书文说的一 下面呢 就是大这个字 所以书文把它拆解成一跟大 那么呢 书文认为天的意思就是颠 那颠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你可以再查书文 书文解字告诉我们 颠就是顶 这是颠 野真身 这个字就是颠的小传 颠是颠 所以天 是颠的意思 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头顶 我们来看天的古文字 我们要了解天的本型跟本意 就必须要从它最早的文字来看 我们可以找到天最早的文字 有甲骨文和金文 看到这画面上面 列了三个甲骨文的字型 还有三个金文的字型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 金文第一个字型 它是非常像型的 有一个人的正面 而且你发现到它的头型 那个头画得很明显 接下来我们看到甲骨文的第一个字 以及金文的第二个字 它们都是把那个头标示出来 那么甲骨文是刻在 这个龟甲跟瘦骨上面 也比较不好刻 因此它把那个头型 写作一个方形的样子 那么后来慢慢地就简化成一个横比 所以许胜才会把它理解成一跟大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 这样还是一个像型的字型 只是它被简化了 那么到了战果的时候 我们看到除简跟勤简的天这个字 大致上都是承袭前面的文字演变而来 只有这个除简的第一个字型 它在上面加了一个小横比 有没有 但是它本身并没有任何字意上的改变 它还是一样是天 所以这个小横比呢 我们把它叫做装饰性的笔画 在学术上我们把它叫做式笔 那么也有传统会把它叫做线笔 线就是线木的线 那么线的意思是多余的 增加的 所以呢这个式笔或者叫线笔 那么它并不影响到这个字 后来大多数并没有继承 加这个装饰性笔画的这个字型 而用了原来的这个字型继承下来 一直到我们现在的天 那么这里看到小横的天 到楷书的天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天的本意呢 真的就像许胜说的 就是头顶 有没有其他的例证可以证实天跟头的关系 或者跟头顶的关系呢 我们找了一些纹立的例证 第一个看到的纹立的例证呢 是甲骨文的用法 这个甲骨文合集里面 20975这一片 它有一个用法 就是伤亡在说他的头啊 会不会痛 这个天指的就是他的头 另外呢 在周易里面其实也有用天当做头来使用 我们看到这个句子 其人天且义 我们知道义是把鼻子割掉的一个刑罚 那么天跟义放在一起 它其实是对于这个人的头顶啊 私语凿颠的一种古代的刑罚 所以这个天本身就有头顶 就是那个修文里面说的颠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看《山海经》的例子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这里有一个图画 画的呢 这个人物呢叫做行天 他像不像我们现在有人跳肚皮舞的那个样子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他的头不见了 但是他的胸部就有眼睛 他的肚脐变成了嘴巴 那他行呢有两种写法 在古文字里头这样的用法通常都是相似的 那么关于行天呢 《山海经》里面是这么记录的 行天与地真神 地断其手 所以你看他的头这个地方啊 被割掉了 那么头被割掉了 当然就死掉了 所以藏之长阳之山 但是行天呢 为了继续跟天神啊 对抗 所以呢 所以这个地方的行天 为什么要叫做行天 他的天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才讲到天就是头顶 我们由这些例证呢 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 天的本意呢 就是人的头顶 当然他慢慢地扩充到 把人的头顶以上的空间也叫做天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天空是这么来的 文字的本意确定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判断隐身意 甲介意 那么我们藉由这样子 也才能够完整地了解这个字 那么藉由这个字的讨论 我们就可以确认了本形跟本意的状况 刚才我们已经看完了天这个字的演变 也了解到它的本形跟本意 那么它的字形呢 我们现在的写法 我们的凯书写法 其实已经不太像是人跟头的那个象形的样子 虽然它的原则上字形还是很接近的 但是象形的味道已经慢慢地消失 这就是字形演变后的结果 我们由天这个字就可以做一个了解 不知道今天这样的介绍 大家是否都能够清楚了 我们下面有三题练习的题目 让大家练习看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